大家好,現在我要去上海 我們在上海城隍廟,現在已經下午3點早上起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剛剛我們花了20塊錢,門票進來這個上海城隍廟,我發現裡面就是一個小廟,原來小時機在後面是不用花錢的,去買點東西吃,真的要餓死了 我看一下城隍廟小吃廣場,走進去體驗一下,我想吃那個灌湯包 我的我的,先包來一份,加蟹鮮肉小籠包,46塊錢一份 蟹黃灌湯包,生煎包,點了一份生煎包,一份煎餃,一碗豆花,兩個蟹黃灌湯包 167塊,太貴了吧,聽說上海生煎包是特別出名 生煎包可以蠻好吃的,剛裡面有一些湯汁就有一點點像是灌湯包,裡面肉餡也挺好吃的,吃個煎餃 天下沒有生煎包好吃,皮有點厚,口感不是太好,看一下這個蟹黃灌湯包 有點燙 有點燙 我覺得湯包不是很好吃啊,沒有吃到蟹黃的味道啊 他這個湯包裡面就是清湯,裡面沒有蟹黃,裡面有這種蟹腿肉 蟹腿肉還可以,他說蟹黃就是這個嗎,就表面上有兩顆蟹黃,裡面一點蟹黃都沒有,就是清湯,感覺不好吃,沒有生煎包好吃 我好像是差不多要吃飽了,好像就生煎包好吃一點,可以去二樓去看有什麼好吃的味道 超海骨天的餃子辣菜肉水餃 螃蟹 59一隻,看清楚上面寫的,它是59一隻,不是59一盤,剛剛我在下面拿了一盤,我以為那個價格是一盤的價格 之後我才發現原來不是一盤的價格,一盤它有兩份,三樓人好少,南響小籠包 三樓好像是主食要多一點,有什麼炒飯炒麵,二樓和三樓好像賣的一樓便宜一點 如果來吃的話可以到三樓來吃,而且真的沒人,每次到小吃街來,就是大吃特吃的準備一樣 感覺好像每樣東西我都要吃一個遍,但是真正來吃的時候我就發現幾個生煎包就給我吃飽了 不過價格是賣的真的是貴,剛就點了那幾分就是146塊錢,而且真的不是很好吃 這就是那個土耳其冰淇淋,就是周杰倫唱的那首歌,土耳其冰淇淋芒果味 但是它不像普通的那種雪糕,就是可能青稀一米就會化掉 還沒還可以拉絲,很粘很稠的那種冰淇淋 走到歐外壇這裡來,看一下那邊 那個是叫什麼樓啊,好高啊,這邊就是東方民主塔 來上海肯定是要來這個地方看一眼的呀,因為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見嘛 這次終於看見活的了 看網上說,必須要逛的就是南京路步行街 我現在在步行街的觀光車上面,這南京路步行街也就和一般的步行街一樣 各種各樣的商場 觀眾朋友推薦我來這家來來小龍 走,我要點那個粉蟹小龍 生意好就是不一樣啊,看一下下一家,澳湖村生煎,生煎包還有沒有 來一份啊,最後我們再來嘗一下這個生煎包 因為剛剛吃的太飽,所以路上都沒吃 裡面就是一個肉丸 像是甜甜的鹹鹹的肉丸子一樣,挺好吃 比昨天城隍廟那個還好吃 而且價格也還可以,8塊錢有4個,那就2塊錢一個 昨天那一盤差不多50塊錢 56 昨天那一盤50多塊錢 我的天太貴了吧 所以網上說,城隍廟是專門客戶外地人 所以你們要來上海吃小吃 就不要去什麼小吃街,商業街去吃 就在普通的街路邊看見有賣的那種,應該就挺正宗的了 而且又便宜,小吃街是真的貴 這是上海之旅還是挺匆忙的 本來是只是等一天就回去了 但是我覺得來到上海我肯定要去外壇看一下 所以我就去了 也就只是看了一下而已 然後離城隍廟和南京路步行街也蠻近的 然後就看了一下,然後就坐地鐵回來了 好累哦,就這樣吧,拜拜